韓國瑜 韓國瑜 還記得去年三山造勢 上萬韓粉震撼感動全台 如今這波韓流將全面重啟 向北匯流席捲海盜 韓國瑜也在臉書發表聲明 活動由各界韓粉所共同舉辦 有受到代表邀請 證實將在6月1號和大家站在一起 並表述近日的心路歷程及感想 強調支持者對中華民國的命運 及未來走向充滿憂慮 也體認到2020總統大選 是中華民國的生死存亡之戰 對守護中華民國的熱情 與決心表示感謝 更自己留言下達動員令 各位好朋友一起去嗎 很多人熱心的後援會 好幾十個陸陸續續一直聯絡 希望能有一場聚會 很多支持韓國瑜的人 他們覺得他們已經等了非常的久 他們心裡面 對整個中華民國未來 也充滿了焦慮 對現在政治上藍綠之間的 紛紛擾擾 他們心非常的不安 所以他們希望能夠有一場造勢大會 由我親自來跟他們說明 來做報告 那我也就欣然接受 而且非常感謝他們的熱心 在黑寒大軍崛起之際 與基層民意站在一起 當天的背心也曝光了 映上大大的庶民總統 就是要與庶民集結拼團結 我自己個人是自己開車 然後又一些朋友已經開始在 集合說要做開車 就一台車可以五個人這樣上去 那再來就是有一些朋友 已經開始在 看有沒有人可以收留 前一晚就要上台北 因為如果照我們這樣子估計的話 再不一定說 大家都可以訂得到飯店 所以有一些人已經開始在 找人家收留 真的接爆了 那燕宇我可以跟你說 我剛剛又接到了電話 他們一直跟我說 信仁哥他們自發性 要邀自己邀遊覽車 沒有便當的 已經有十二台起床 大家都悶很久了 我們不能再悶下去了 真的悶太久 自發性動員挺韓全面啟動 被視為韓黑大咖的蔡正元 也強勢回歸 我一直都是支持韓國瑜選總統 從來沒有改變過這樣一場 我有時候不支持韓國瑜選總統 從來沒有 有一個這樣子的人選 是大家的明知所向 可是就是說 我們當然也會希望說 既然決定要做了 那你就是全力把它做好 政界 商界 海外 還有全台庶民 各界挺韓總動員 6月1號集結凱盜 一起找回最初的感動 記者華明珍 從越台北採訪報導